今天上午,商务部部长高虎成举行新闻发布会,就培育消费新亮点,构建开放新格局相关问题,回答了记者的提问。 在谈到海外消费时,高虎成表示中国的出境人数已超过1亿人次,仅去年境外消费就超过了1万亿元。 高虎成同时也分析了差价悬殊的原因,一是高税率,特别是在某些产品的消费税,二是国内的流通环节多,成本高,三是国外品牌商对华的定价政策。 下一步如何引导国外采购的回流,也将着重从这三方面着力。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,也就是说从国内来说,越来越多的消费是个性化和多元化,而在国外的购物却呈现了一个单一化和模仿式的消费。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,这种局面也会像前些年,我们的你有我有人人有这种排浪式的模仿性的消费会进一步的理性,回到一个正常的消费状态。